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准备平安 今天我们要开始灵修创世纪 新年一时 神让我们回到创世之初 有祂特别的美意 在接下来的五十天里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神的创造大功 从人类的诞生和堕落 以及以色列民族的最初历史 来看神永恒的旨意和救赎计划的开端 我们将穿越人类近三千年的历史 从亚当到挪亚 再到与神立约的以色列民族的时代先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约瑟 每一段历史 每一个故事 都在诉说着神的慈爱 公义和信使 在当今这个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混乱的时代 创世纪所揭示的真理 是引导世人回归真道的明灯和盼望 创世纪是整本圣经 也是摩西五经的头一本书 作者是摩西 写作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中叶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创世纪的第一章 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 第一到第二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第一节是基督信仰的根基 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被圣灵启示写下这句话的摩西 间断有力地宣告了一个事实 宇宙不是偶然形成的 而是神创造的 现代颇为流行的进化论 企图把宇宙说成是一个自发产生 无始无终 一切可由简到繁 由紊乱到有序 由低级到高级 不断进化发展的一个封闭体系 实际上 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 一种没有被证实 也无法用科学研究方法 加以证实的假说 进化论的鼻祖大文 在发表物种起源时 就会面对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 其中之一是化石的难题 寒武纪生命大爆炸 也就是大量简单和复杂的生物 同时出现在同一地质年代的化石研成里 如中国云南的成江化石群 还有就是 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 大文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 是最明显的反对我进化论的最大理由 但这些似乎并不妨碍 无事论和进化论者在一百多年来狂乐的推崇 从根本上说 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探索 已经是超越了物质的范畴 是处于更高的信仰的范畴 然而只要人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创造论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圣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教能无可推诿 这头两节中还有几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 圣在原文中是 以罗姓 即三个或以上的附属名词 揭示了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主 第二 从无到有的创造之初 宇宙和地球是处于空虚混沌的无序状态 适合人类居住和繁衍的环境尚未形成 第三 地球在被重整之前 被水覆盖 被黑暗笼罩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开始预备地球及生命的创造 圣灵的工作在创造之初就开始了 目的是重整次序和次生命栖息 诗篇104篇33节 你发出你的灵 他们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约伯记33章4节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使我得胜 这两处经文见证了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圣灵在新约中的工作 这是重整更新信徒的灵命 使我们成圣完全 川世纪第一章3到5节 神说要有观就有了观 神看观是好的 就把观暗分开了 神称观为咒 称暗为业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从第三节开始 摩西按照神所启示的秩序 记录了神如何用话语 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和人类 摩西没有学过现代物理学 却说出了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所发现的 物质世界的基础和规律 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是观的创造 观是一切物质和能量的源头 没有观 我们所知道的物质世界 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爱因斯坦著名的智能方程 E等于M乘以C平方 其中的参数C就是观数 光也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必须的 是所有动物和人类 赖以生存的植物链的基础 现代功能的大爆炸流人 将宇宙的起源 归于一个极高温的起点 也就是一个从无到有光芒四射的爆发事件 神小玉摩西早在三千多年前 在本章的第三节 就把大爆炸里面的狮子 说得一清二楚 要有光 从属灵的层面上看 光代表了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一章九节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接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人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入生命里 他的一生将是黑暗的 感谢神 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世界的观 也才圣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 成为我们生命的观 让我们不在黑暗中心 第二日 神用空气层将地球上的水上下分开 地面上的水和空气层都好理解 天上的水当如何理解呢 有一种解释是挺合理的 就是天空中水分充足的降雨云层 这对生活在西雅图的地位者们来说 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天上的水 就是让西雅图半年阴雨绵绵的厚云层 当初的地球 气候条件可能是更潮湿 这从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可见一般 第三日 神创造了地上所有的植物 特别强调了各从其类和植物繁衍的果核 说明神的创造是独具降薪的互不混淆 并且依照出来就是成熟的个体 可以代代相传 第四日 神创造了日月星术 让地球上的生物有成长的节律 十七节 就把这些光摆裂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这些光主要是恒星和太阳系中的星星 这些星体的摆裂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精心安排 包括它们离地球的远近 才能让地球上的生命得极力而不受极害 每当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时 我们也当想到神创造的奇妙和爱 第五日 神创造了水中的鱼和天空的飞鸟 也是各从其类 而且神赐福给它们生养众多 二十二节 神就赐福给这些说 只生放多充满海中的水 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第六日 是神创造大宫的高潮 先是地上的所有动物 各从其类 然后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照男照女 这里的多数代名词 我们再次说明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神的形象 甚至神的智慧 圣洁 公义 正知 慈爱 诚实 良善等属性 以及人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 这些都是一切别的色造之物所没有的 因此人是地上最高的 也是神最宝贵的创造 照男照女明切地表明 人类在被造之时就有性别的区别 今天一切企图混淆性别的言行 都是违背神的 不管这些乱象有多么华丽的包装 第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给人类的祝福和使命是很简单的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治理 也就是征服人类所生存的土地和环境 以及管理所有的动物 遗憾的是 六千多年后的今天 人类在这几件 神所丰富的事上 并没有做好 在许多发达国家 包括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1% 有的甚至是负增长 如德国和日本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已经造成许多不可逆转的后果 天灾人祸 日益增多 使人数舍无测 成了环境征服人类 而不是人征服环境 西班牙书的作者在二章七到八节 说出了人类的现状 你叫他们使天使微小一点 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即叫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第二十九节 神限定了人和动物的食物 都在植物的范围之内 这里我们看到神最初的心意 只能人与动物和平相处 没有流血和肉食的行为 然后人类犯罪堕落 遭大洪水的审判之后 神应许人食肉 这意味着起出乐园的善失 因此必然需要借着弥赛亚流血 再次创造乐园 以赛书十一章六到九节 最后一节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上 是第六日 神之前只说好 因为前五日的工作 是为预备人的创造 造了人之后才说甚好 因为人是神创造计划中的焦点 是神创造的高峰 具备神形象的人满足神创造的心意 生与人之间有爱的交通 人应当看重 并持守自己在神计划中尊贵的地位 不可将自己降到没有灵性的动物的地步 一些把人看成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和想法 实际上是对神和人类本身的亵渎 对人们盼望今天的灵修 能让我们再次审视我们的三观 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 人神观和价值观 我们所处的后现代 是以个人至上为标志的 认为没有永恒不变和普世价值的东西 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 无神论 进化论 和不可之论 正好迎合了个人至上的理念 因为承认神是造物主 而永恒真理和价值的存在 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约束 创世纪第一章清楚地告诉我们 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的 人在受造物中享有极其尊贵的地位 因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人的价值是神所赋予的 神称人类为圣号 所以人不必从别的受造之物中寻找价值 包括所拥有的财物和从别人而来的看法 无论褒贬 当你听到这篇Podcast的时候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花费了100亿美元 和近20年时间研发的James Webb 红外太空望远镜已经发射成功 微博将取代哈勃望远镜 去寻找从亘古的宇宙深处所发出的光 弟兄姐妹 读完创世纪第一章 你就知道这是来自何处的光 这是神的创造之光 是神所有就有命力就力的光 这光是万物有了存在的基础 这光也曾在2000多年前到成若胜 成为人的生命之光 慈爱和公义的光 永远的光 正如圣经的最后一章 启示录22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和日光 因为主神要关照他们 他们要做完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感谢你奇妙的创造 赋予我们有你的形象和样式 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价值 在于我们拥有天父的特性和他的赐福 我们可以不必再去世界中寻找我们的价值 主耶稣谢谢你 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使我们恢复与父神美好的关系 圣灵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你来重整我们的生命 恢复我们起初被造时弄美的形象 帮助我们在现今扭曲真理的世代中站立的稳 让人回归到神的面前 敬拜 遵从他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神的恩惠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再见